9月7号 爱偶三十周年丰盛大典在上海如期举行 爱偶封面明星李宇春 刘文 杨幂 依浙的卑鄙 王俊凯 马思纯 白百合 唐燕等百味明星好友 齐聚上海中心 119层海拔632米高的巅峰红毯 当天杨幂身着一旗黑色香蒜抹兄弟服 惊艳良相 华丽妞妹 竟且好身材 第一次走上这么高海拔的红毯 大秘密也是有点小心起 坐上超快速电梯穿越云端一下子还缓不过来呢 高速的电梯上来 这耳朵会有点不舒服不是吗 对 他唱歌龙了两次 希望你的耳会好一些 因为我们是在非常高的地方 可能也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高的红毯 对 应该是第一次 因为他有经历 身着楼空短袖搭配斑点长群亮相的Vaby 在少女感知上平添些许温柔的气质 现场Vaby谈其近日热拍的新剧《我的真朋友》 她表示 剧中地产中介的角色 和自己有着不小的反差 可谓是个新鲜的挑战 其实差距挺大的确实是 因为在各种生活经历上来说 我也没有尝试过那种职业 但是演起来觉得特别有意思 对 它是一个非常珍重的情形 不同于其他女星的晴梁博初卫 李宇春身着干练裤装帅气良相 虽然我的颜世却极具个人魅力 酷酷的春春也带来满满的祝福 一同庆祝艾奥的儿力之年 希望祝艾奥的三十六岁生日快乐 然后月板也好 好 作为万花丛中的极点绿 当天王俊凯身着一席 布林布林的黑色 修身礼服亮相 志气未托中又带有几分沉稳大气 艾奥与粉丝朋友 一同信任王俊凯一路走来的成长和蜕变 暖心的小凯也不忘送上 对粉丝的感谢和祝福 小凯呢 上过今年的Super L夏季刊的封面 在拍摄过程中 有什么小趋势可以分享 因为当时拍的是 放球的主题 非常青春 当时也在拍摄的时候 好让我们玩一下放球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感谢观看